速度哽咽 因为走过生死关卡感触良多 30岁的雨婷 去年10月份经历严重车祸 还好那时候有菩萨保佑 我先生刚好在入港 奇迹似的抢救回来 现在几乎完全康复 遇到死厉害医生帮我做手术 才可以回复得这么快 所以我就会特别的有感觉 雨婷的父母还有哥哥 全家一起入京葬抱着感恩心 换个角度看人生 车祸后就觉得说 那我要把握当下 竟然有机会可以去 而且我现在又可以健康 又可以动 又回复到可以动 演艺彩排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 志工邓玉慧的儿子 是软体工程师 妈妈劝说他一定要来参加 整个人都活起来了 好像整个经纹 在他身上串流这样子 通常都是心的扶杖 就是你要定心 在宁静的地方定心 心要定下来 在吵杂的地方心也要定下来 清静佛法化解心灵的烦恼 也凝聚家人之间的情感 戴爱新闻庄志雄 郭远玲国际宗料学信 彰化报道 此几一路